远雄大巨蛋工程造成附近的松烟大烟从古迹倾倒 危险程度达到警戒值 下午北市府和远雄临时召开会议 由于远雄违反环凭承诺 将依照环凭法规定裁罚150万元 市府从远雄提供的这个古迹周边的数据来看 还是可以看到古迹建筑物周边有很多的呈现点 它的这个数据是已经达到这个行动值的标准 所以这部分我们认为远雄违反环凭的承诺 所以依法做出裁罚最重150万的这样的一个处罚 那也希望远雄公司尽速提出这个紧急的改善计划 针对这个工程的技术问题 它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停工 所以还是要让远雄继续去处理 根据远雄提供的数据 虽然对烟囱本身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对整体的骨迹已经达到危害 至于大巨弹要不要停工 北市府也宣布 因为工程一旦进行必须做到底才会稳定 所以目前无法立即停工 只能够先开罚 并且要求远雄赶快提改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